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题 有两支相同的原子笔 三支相同的铅笔 与三支相同的钢笔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全部分给八个人 每人恰得一支 共有多少种分法 第一小题 那么首先我们来计算总共有几支 两支相同的原子笔 那么再加上三支相同的铅笔 再加上三支相同的钢笔 所以总共有八支 这八支要分给八个人 所以每个人恰得就是一支 那么恰得一支 所谓的八支我们任意排列 那么就是八阶层 但是今天这两支相同的原子笔 视为相同物 所以除以二阶层 三支相同的铅笔 视为相同物 所以除以三阶层 接着我们就来画简 所以八阶层的意思 那么就是八 乘上七 乘上六 乘上五 乘上四 那么分母有一个三阶层 所以我们配合呢 这里就乘上三阶层 跟分母这里有一个三阶层 那么分母这里有一个二阶层 乘开十二 三阶层我们乘开得到四六 接着我们来画简 所以三阶层跟三阶层可以约分 六可以跟六约分 二可以跟四约分得到四二 所以就会等于八乘七乘五乘二 计算结果我们得到是五百六十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全部分给九个人 每人最多分得一支 共有多少种分法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那么由第一小题 我们知道总共只有八支 现在要分给九个人 那么因此我们就是这样假设 这两支相同的原支笔 我们就画这样表示 三支相同的铅笔 我们就以这样来表示 三支相同的钢笔 我们就以这样来表示 那么剩下一个呢 我们就把盒子装起来 里面没有笔 所以总共就会有九件物品 我们来做排列 所以就是九阶层任意排列 但是这两支相同出于二阶层 这三支相同出于三阶层 这三支相同出于三阶层 那么这个原来是要出于一阶层 所以我们就不除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做运算 所以所谓的九阶层 那么就是九乘上八乘上七乘上六 乘上五乘上四 分母有一个三阶层 所以我们就乘到三阶层 所以分母这边有一个三阶层 分母有一个二阶层就是二 再乘上来三阶层得到十六 再乘上来三阶层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画简 所以三阶层可以跟三阶层约分 六跟六约分 那么二可以跟这个是约分得到四二 所以就会等于九乘八乘七乘五乘二 计算结果我们就得到是5040 所以第一小题 那么总共有多少种分法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总共有560种分法 第二小题呢 那么总共有几种分法 计算求得 那总共呢是5040种分法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下温情 我们下温情 全世界 cave 子层形 每号学 而 不我 坐着 我们下温情